3月27日 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安丰山围绕韩国瑜大陆之行 民进党阻挠两岸交流等热点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表示 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好 安丰山介绍 高雄市长韩国瑜 3月22日至28日率高雄市访问团 到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等地参访 开展城市交流合作 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 尤其在经贸采购方面 签订农鱼产品采购协议超10亿元人民币 韩国瑜市场一行 在经贸采购方面 按照市场化运作机制 签订了一大批农鱼产品采购协议 其中 在深圳厦门期间 签署金额达4亿元人民币 在香港达5亿多元人民币 在澳门达1.6亿元人民币 此外 文教交流方面 深圳将每年为高雄提供 200个青年实习就业岗位 而旅游合作方面 厦门近期也将组织8000名游客 分批复高雄旅游 在建立机制方面 也将搭建深圳与高雄的 城市交流机制化平台 安丰山表示 取得这些成果是 两岸一家亲 亲望亲好 守望相助的具体体现 也是两岸融合发展 携手发展 共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两岸城市交流的合作 前景广阔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不断释放出的巨大发展机遇和红利 我们愿意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分享 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城市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加强交流合作 相互借鉴 携手发展 让台湾同胞有更多的获得感 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两岸观一好 台湾才会好 有记者提问 此行韩国瑜亦与香港和澳门中联办主任 分别会面 对此蔡英文认为 是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 岸风山对此做出了回应 在韩市长访问期间 香港和我们中联办主任 分别与其会面 这既是正常的待客之道 也体现了大陆对韩市长到访的重视 民党当局和一些台独港独势力 进行歪曲污蔑 充分暴露了他们阻挠两岸 和港澳开展交流合作 损害同胞利益福祉的图谋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一国两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说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 歪曲和抹杀不了的 岸风山介绍韩国瑜此次来访遭到了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台独势力 无端指责 他认为此举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之私 一己之私去破坏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本来面目 一方在努力地为民众谋利益 另一方却站在民众利益的对立面 而且不断地破坏民众获得利益的机会 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伤害 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做法等于主动地 把自己送上来做一个鲜明的对照 照出他们内心的小字和私字